谷歌的上层想造一个AI高 下层表示担心 成功是跟谁没有吗 你觉得 选择 然后再加上一点运气 努力我觉得都不是必须的挑战 整天要来打知识 早上五六点起 不一定成 人家电脑都还关门 你起那么早 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 是我网上收来的 你已经通过API去 去call那个chart 对 扎了五六针啊 扎不进去 他的手都抖了 我说医生医生你不要抖啊 你要抖我很害怕的 最近这个AI 非常的火 尤其是这个chartGPT 整天新闻都是chartGPT 都被看到有点烦躁了 那么今天我们特意请来了 一个IT界的大神 大神算不到 大神算不到 先去 马龙 高级马龙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就关于AI的话题 好 那来 高级马龙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是Kevin 从事这个programmer这个行业啊 也是十几年快二十年了 我们以前 小二十年有了 对啊 快二十年了 我们已经是同事嘛 你是几几年入行 我大概 16年左右吧 16年 1617这样 反正接触各种各样的技术嘛 看着这个技术啊 真的是一路的这个这个这个飞跃起来 是不是 发展很快 是不是 就是 特别越到后面越发展越快 是吧 近几年 反正前端发展 前端都已经 前端变得都已经跟后端一样了 对 每一年基本上都 啊 五花八门的 而且后端还相对稳定一点 现在前端 我的天啊 它各种名字 各种的 飞沫 可能满天飞 对 最近做的项目里 有跟AI相关的吗 或者用到什么 什么员工智能的工具用 公司的项目好像还 目前还没有 嗯 接触过这些 这类型的AI的东西 然后 可能从 这个 它出来到 公司接受它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可能还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对 真的 然后 AI写程序的话 还早了很 对 我个人是用过一段时间 就是研究过这个ChatGP 之前不是爆火了以后 对 然后就去研究了一下 嗯 然后 试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 嗯 就 还专门写过一个小程序 然后 就是 其实它就是一个API 端口 然后 我写个程序 就靠它的端口 哦 你是已经通过API 去 去靠那个ChatGP 对 然后通过它那个API 去 生成一些blog 我 我当初 也 也稍微 试了一下 试了一下GPT 我是就是说 我在写一个 写个自己的系统的时候 我就是 有些function 有些method 嗯 我就 差不多给它的一个method name 它基本上就 给我 给我扣了 扣的都写下来 因为有点像 copilot 有点像copilot 有点像copilot 毕竟它 它是根据 对海量的那个code里面 嗯 找最优的 找最优的 权重最高的 对 一段blog 一定显示出来 其实XGPT为什么这么火 并不是说之前两年 没有这些AI 其实也有 只是XGPT应该是第一个 有用户界面 是吧 开放给最终用户的一个AI 对 差不多可以这样说 所以大众都都玩起来了 是吧 提各种各样的坏问题 大众都玩起来 所以它一下子 当然它 它可能也是目前 one of the 最强的 相比之下 就有点像 CV Google那些 有点像那种 自动语音电话语音的 这个接线员一样 请拨一 拨一会转到 拨二会转到 差不多这样 我还写过一个 Google Home的一个 一个小app 是吗 差不多就是你给 你给他 所有的选择嘛 如果用户 说这句话 他会 你会有什么回答 但这句话 他稍微有点 AI的时候 就是说 这句话 他会稍微隐身一点 对 比如说天气怎么样 你有很多不同的问法 自从Charge BT爆火之后 很多人在兴奋的同时 他又感觉 有所担忧 就像所有的 所有的那些新科技出来 总会有人担忧的 是不是 像一开始 大家都坐着马车的时候 对吧 汽车出来 很多人 对吧 upset 就觉得可能很危险 对行人 对 人总是有一种 stay in the comfort zone 那Charge BT出来的话 你个人觉得 哪些行业 会比较受益 或者比较受冲击 我觉得 所有行业 都可能会受益 所有所有行业 至少 都会受益 和都会有一些冲击 对 它是会极大的提高 这个生产效率 对 我觉得它 真的是 个人电脑和internet之后 包括iPhone 智能手机之后 又一个新的一个 新的触发点 对我觉得是一个 将来AI就是 科技的一个爆发点 可能会是 我觉得会是一个 很决定性的一个爆发点 以后真的 我觉得都是AI AI主导的一个世界 是这样 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 肯定会有很多问题 像什么这种 copyright problems 对 它是全网收集 它把所有内容 全都收集到 全网收集 然后它给你剪接 拼到一起 它剪接拼到一起 在一个AI生成的内容 你将来 你在网上看的信息 你完全不知道是真假 对 待会会聊到 对 全GPT也是这个问题 因为它有点像 自己创造了一个 自洽的一个 另一个版本的世界 对 是不是 它也很有逻辑性 你也看不出来 哪里是假的 很有迷惑性 它画的画 看起来就像真的一样 你看怎么是Elon Musk在30年代在上海 就是这种感觉 但画的跟真的一样 如果我们要挑 你来挑三个行业的话 你觉得你会挑哪三个行业 你觉得这个跟客户交流的这些行业 有可能会被兑现 重复性比较大的一些行业 对 重复性比较大 比如说这种custom support custom support 对 以后 以后 XGPT 你接到你的公司 现在马上要出 那个XGPT的plugin吗 对 各种各样的plugin shopping 不是 就是他们自己的 那个plugin 第一方的plugin 第一方的plugin 它就说 你可以plugin到你的website 就跟那个以前 Google index your page 一样 Google不是有一个robot.txt 对 robot.txt 然后它 你放在那里 你告诉它去抓哪些内容 那么XGPT 也是在抓内容 以后也会变成这样 那么你集于这些信息来 然后你就可以 创造出一个虚拟的custom support 作为一个回报 它给你一个 对 更好的一个服务 嗯 所以现在就会真的是 你真的牺牲了各种各样的隐私 对啊 对 与此换来的是 更高的生产力 对 差不多就这样 以后我觉得隐私真的是 很严重 真的是没了 现在就已经问题很严重了 现在已经有些 Data 卸罗 Opto 卸罗 对 各样的数据卸罗 各样的数据卸罗 我觉得哪些行业会 会比较受到冲击 以数字 数字那个 玩数据 玩数字的那些 会比较早的 比较早 也不是一年两年三年 比如说这种数据分析 产生报表 Excel以后 自己就会了 什么Excel 什么Power BI Data Money 那种东西 这种完全是不要的 记者以后 那肯定会被Edge 肯定很现实 包括那个股票市场 期货市场的那些 分析师 那些 是吧 那些操板手 那些 都是基于统计数据 另一块 我觉得就是 基于经验的一些行业 经验 Experience Based 比如说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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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 律师我觉得是会的 因为律师 你就是读Paperwork 然后 这个律师 我是跟律师 经常打交道 哇 这个律师 真的是 真的是无语 你要知道 各个样的 律师就是你的 传身筒而已 他会把你 你说的人话 改成 很难懂的 那些法律的文字 加上他的一个戳 一个什么的 我们就算是说 那些大法官 大法官通常说 是越老越之前的内容 是不是 为什么越老越之前 经验 经验 对不对 他见的多了 他就觉得 这个case 以前是怎么判的 差不多 现在也差不多 这样判 经验based 这些东西 你只要 比如说我们说医生 你只要把所有的病例 feed给那个AI 然后你再把这个病人的 这个这个 就是各种 验血报告啊 CT的那个 照的结果啊 你就原始数据 给AI 那AI分析起来 比医生有多的 我坚持进医院 发炎 医生也不知道 该怎么治 就是验血 就是验血 验血 发炎了 有烧 有fever 验血 血里面是发炎了 炎症那个细胞比较多 消炎药 对 就消炎药 然后那个 再照个 照个CT scan 根据你血液里的 可能他 他有些indicator啊 这种细胞 比较高 那他后来就给你换了个药 也是消炎药 专门针对这个细胞 消炎药 That's it 我问医生 具体是怎么造成的 Nobody knows 医生根本是不知道的 他只是啊 Let's see how it goes 给你消炎药 打两天 看你 看你的病情是好转 还是还是 还是持续还是上升 他再做下一个决定 对 这个他妈的 觉得真的是江湖狼狗 就是 要继续检测 对吧 观察 观察 继续观察 不是观察 他就是 这边有个漏洞 他就往里补这个 那边有漏洞 他往里补这个 对 有很多 很多病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点 如果AI给他分歧 海量数据输入的话 然后把你的病症 把你的化验报告 输给AI的话 AI更明确 更精确的一个判断 而且你知道 医生也是两右不起的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你想如果把人的历史上 从有现代医疗 开始所有的数据 都输给AI的话 我觉得这个人 是根本无法比的 医生 你会更相信AI 真的 than the doctor 你不要说这些 是诊断病情的 那些医生 开刀的那些医生 开脑科手术的 心脏手术的 非常精细的 如果以后是 直接接着 那个AI 来操作的 纳米技术 那精细程度 不比你的手厉害 我们说一个 简单点的手术 不说脑科手术 我上次去医院 扎针 一个实习医生 一个小姑娘 扎不进去吗 扎了五六针 你学会太细了 扎不进去 我学会也不算细 扎了五六针 扎不去 扎到后来 他的手都抖了 他这样给我扎 我说医生医生 你不要抖 你也抖 我很害怕的 真的是 不是有pology 一个人只能扎三针吗 是是是 没有没有 好像是 三针还不知道 小于五针了 还是差不多这样 他真的扎了 差不多五六针了 我的天啊 我最怕扎针了 我说医生 换一个来吧 找了一个精神的针 真的 一下子进来了 一下子进来了 厉害 那你说这个 这个给人家推的 这个是经验 这个是手管和经验 对啊 但是如果这个给一个机械 比如说加上一些比较厉害的一些人 那看准了一针进去 可能又不太疼 又准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所有有 我跟你说 所有有可能的事 都会发生的 这是 莫非定律 所有有可能事 不是发生在这个世界 就是发生在平行世界 说回到这个话题 数据based和经验based 我觉得是不是 roughly 我觉得会不会代替 是吧 可能一些创造力 真正一些创新力 比如说科学家什么的 对吧 一些可能会影响 影响比较少一点 创新 艺术类的 sort of 艺术也现在也被 艺术 也被Mijerni 倒了一塌无处了 Mijerni也被倒了一塌无处了 但是 你们听Mijerni 他们之前Mijerni生成的 那个artwork 然后拿去评奖 最后得 对不对 好像是一个摄影奖 对吧 一个摄影奖 对对对 画出来的一幅摄影图 对金奖 是 我说到哪 刚才说到那个 为什么学习 为什么要学习 为什么要学习 当然有很多世俗的原因 为什么要学习 是不是 为了将来 考量大学 找到好工作 赚钱 这事实原因 咱们不谈 我今天给你们说一个 科学上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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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结论 为什么要学习 科学方面 当你学习的时候 你这个神经元的 这个触角 它才能 才能连接到一个 新的一个territory 新的一个神经元 然后 你不断的去强化 就是又跟AI一样 reinforcement 你不断的去 反复的练习 不断的去 强化 它 它 它这个神经元 之间的传输数据 就会变得 带宽 就会变得更宽 传输数据 就会变得更快 你比 好比说 学钢琴 对吧 你又 琅琅每天 练了二十小时 练个 练个十几 二十年 他弹钢琴 都不用脑子 因为他带宽 已经足够宽 数据很快 直达了 有些孩子 孩子父母 说 我家小孩子 看书也挺多的 为什么作文写不好 为什么呀 看书那么多 为什么作文写不好 好像 没经 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有些孩子看书多 他是看同一类的书 他比如说喜欢看那些 fantasy的书 他在看书的时候 他是在一个很舒适的一个 他脑子是差不多是不用的 因为他这个带宽 已经足够宽了 他基本上是可以不动脑子的 他always stay in a comfort zone 你其他的领域 他神经元 就不会 就跑不过去 就跑不过去其他领域 跟你写作是没有关系的 你只是这个fantasy 是这一方面的 越来越宽 越来越宽 跟你写作怎么好 还是没什么关系 所以什么时候 是真正的学习呢 肯定是当你感觉到 不舒适的时候 当你感觉到有挑战 有难度的时候 这个大佬 才是神经元 他的触角 才是在工作的时候 那我也有问题 就是说他一直在看 这种小说类型 小说类型 他会不会 在这方面而成就 就特别的厉害 以后成为一个 非常有名的小说家 看和写 又是两个 可能可以成为一个 很厉害的 看小说的 但是不一定可以写 你说的很对 直译来说 你成为一个 很厉害的 看这个小说的人 你看这个时候很快 两个小说就看完 有可能的 成为小说家 你有具备 很多其他的条件 Imagination Creativity 这种就要来了 然后你要有创作欲望 这是其他方面的 这个脑子 其他方面的一些东西 你就不具备 你不等于看小说 你具有创作欲望 你没有 你只想赶快看下一本 你看 然后他不断的 那个 那个连接 变粗大的 变快速的同时 当你一旦停止了 这个学习 这一方面的学习 他会缩小 他又缩回去 很make sense 因为 你当一个 比如说你打球 很长时间不打球了 很长时间不弹琴了 你就感觉怎么样 手伸了吗 对 对不对 手伸了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传输速度变慢了 所以你要 你要在一个领域取得一定的成就的话 就要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去 re enforcement 不断的repeat 这样你这个方面就 就会stay there 好像去年还是前年 有两个意大利 意大利的 这个哥们 这个 大概学校里 有教授 写了一篇 写了一篇论文 还得了诺贝尔奖 他说成功啊 是不是跟智力有关 肯定是有一定关系 成功是不是跟智力有关 但肯定不是主要的 对 完全不是主要的关系 成功是跟什么有关 你想一个 随便想一个 选择 就比如说 自己的选择 自己的选择 当然你要选择到一个对的 像你像 比如说 像说到刚刚神经元啊 这些就 就类似于打怪神奇 我得加到对的点上面 我才能 加到对的点 这也是一个 这搞一点 那搞一点 对 因为选择五险多 你never know which one 是对的 选择当然也有关系 公事要不断练习 所以也比较相近了 其实成功 是跟运气有关 就是运气 机遇 他说的就是运气 也算 他说的也算差不多是运气 你就选对了 而且选对的这条路的同时 你要具备 就像中国古话说的 天是地利人和 一切 一切运气都 都 持了 你才有可能成功 成功的人 包括那些拿诺贝尔想的人 的智商啊 阿瑞就都可以了 这就是不用太高 不用是天才 你智商高的人 在什么地方 容易取得成功呢 是在那个 学术方面 高智商的人 学术上面 有可能会取得一些成就 老天爷赏不赏饭 差不多就这样 你还要这个人 需要很努力 然后很执着 然后再加上一点运气 努力我觉得 都不是必须的条件 运气 盖过一切 那你努力 当然你需要一点热情啊 什么 但这就是辅助的 让你更加快速一点 更加容易成功一点 但是都不是必要条件 我觉得 你瞎努力的话 努力说方向 努力说方向 或者怎么样 你整天打机器 早上五六点迟 你不一定成功 人家电脑都还关门 你那么早干 方向安全 方向安全 努力在点上 最余加一把 这样的时候 然后你看 说到人的大脑 大脑的功耗是多少 我就也不问你们 我告诉你们 大脑的人脑消耗的功耗 20瓦 20瓦就是差不多两只 两只LED灯泡 LED灯泡 差不多一般来说10瓦 照明灯10瓦 这么省电的吗 所以人脑还是很牛逼的 它就是在 现在有限的 这个能量和空间之内 那AR是比不过了 然后我给你一个比较数据 XGBT功耗是多少 每一条query query就是你问他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一个query 4瓦 4瓦 4瓦点 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 是我网上搜来的 二次是他们算出来 他们他们就不断的后台monitor出来了 4瓦一条query 那么就在那个 今年2023年的1月份 1月份 他有无数条query 他用了2000万度电 2000万度电 用我们知道的电费来说 两毛七 两毛七一度的话 5.4个M 那一个月 所以你看 在同样的这个能量和这个空间范围内的话 人脑还是蛮牛逼的 人脑还是很发达的一个东西 这么节能的一个东西 然后能20瓦 以20瓦的力量能创造出 2000瓦度电的这个 这个一个超级人工智能 那你想一想看 如果这个2000瓦的人工智能 他以后再创造一个人工智能 那会高到什么地方去 他最终会创造自己的程序 这个超级AI 再创造一个超级AI 那会牛逼到什么地方去 我觉得这个AI到现在这个节点 你就算有法律 有些世俗的约束 我觉得都不一定挡不住 这个科技的人类 这个发展的这个潮流了 他有点像一辆火车 从很远的地方开过来 你老远的看着他说 哇好慢 还没倒 还没倒 那他等一样巴斯一样 还没倒 还没倒 是不是 然后他就 你又感觉他越开越快 越开越快 到了 到了你这里之后 他闪电般的速度离开了 你就在这看一看不到他 那就感觉就是这样 一旦一个基建 很多的基础的 这个层面的这个架构 给他拔好了之后 就像我们编程也是一样 是吧 一开始你搭架构 磨合的时候 是最慢的 当你以后写一些 那个components的时候 method的时候 写了一堆出来之后 以后就越来越快 一下子就是 闪电般的速度超越 而且这个人工智能 他由于他的结构的 这个所限 就是连他的这个创造者 写程序那些人 他也不知道 他最后是想了什么 因为他是知道 他编的程序是知道 单点和单点之间 用最简单的一线 怎么把信息传递 怎么处理 他是写很简单的 相对来说 很简单的一些数据 但神经元网络 它是一个网络 他这个网络是怎么搭的 你是不知道网络的怎么样 所以以后AI的发展 你可能是 对 我觉得AI发展速度太快了 从这个GPT开始 他三 从GPT到三 到三年五 三年五到四 就几个月的时间 迭代上去就很快 现在他们说 而且这个迭代 就是没有人工 差不多没有人工参与 他就是自我学习 就左手跟右手玩 自己跟自己玩 从三到四的提高 也是大了很多 四好像他把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说他把 人类历史上 所有的影像资料 电影都看了一点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我不知道这个是传说还是真的 但是有些说法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有些将来的 你不知道Euralink Elon Musk在搞的 脑机接口 其实之前都已经有搞了 他只是2016年 后来停了是吧 没停啊 Euralink就没有停了 他2016年他放过了一家公司 然后2017年 他把这个Euralink 他很多公司都是 都是资料买过来的 他是自己先找了 就六七个人 六七个人 创建了一家 脑机接口的公司 然后2017年的 就是next year 他把一家 就Euralink 这个名字给买过来 Tesla也是一样 他也是 其实也是买过来的 他把之前的网络赶走 你们知道Euralink 是干什么用的吗 就是接到人脑里面 接到人脑里面 对对对 他是把人脑 天灵盖上 当作一个interface出来 然后你可以输入输出 对输入输出 都可以 首先他安装是这样安装的 天灵盖上 打一个直径大概一英寸的一个洞 人的头盖是满后来 他就像那个ice fishing一样 他在那冰上 用那个圆筒的一个锯子 打一个洞 打一个洞 然后他就把这个东西的数据线 对数据线是在里面 接脑子的某些部分 他把这个东西就 就就就就就盖出这个洞 他们这个Euralink 这家公司 他的目标 他出击 至少当初定的目标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治愈脑部的一些疾病 但他的终极目标呢 就是创建这个 这个比较科幻的一类的东西 就是创建一个超人类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意识的传说之类的 待会再聊 初级目标就已经很牛逼了 比如说他是治愈脑部疾病 他可以治愈治愈哪些脑部的疾病啊 第一个很牛逼的 就已经很牛逼了 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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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让你重新看见 他怎么让你重新看见 他就 比如说就是你 前面你头上戴一个gopro 一个摄像机 摄像机无线传给这个芯片 芯片再把这个信号 传给你相应的 全情源 你就能看见 这已经很牛逼了 我觉得 然后他能治疗瘫痪 瘫痪就是你身上的肌肉 不听脑子的死患 对不对 你这个 全情信号传不过去了 全情信号传不过去了 电信号或者是那个化学信号 传不过去了 他还能治疗一些 其他的这个扩展一下的话 抑郁症 焦虑症 ADHD 多动症 多动症很多很多 ADHD 很多 自闭症 有些自闭症的人很聪明 所以他的 这是他触及目标 这已经很牛逼了 然后你看 他的下一步的目标 in theory 他可以实现什么功能呢 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不需要语言 直接就直接对传 对传就行 因为 that sort of makes sense 因为语言这个东西 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符号 是不是一个很专业的符号 一段信号发出去 跟那边接收到 对对对 只要 一个字的量 我不知道什么好的例子 比如说 飞游之下三千尺 我猜 一试银河若九天 那是什么东西 你就是一幅朦胧的一幅画 是不是 非洲之道在线 是从哪里飞下来的 这个山长的是什么样子的 不知道有多宽多少 他是把他眼睛看到的 一个全式的一个 高分辨率的一个意识 是吧 一个全式的图形 他就通过那么几个字 他说给你听 语言这个东西 是一个有损压缩 你产生了一个意识之后 他 他给人压缩成 几个字 是一个有损压缩 然后呢 这个有损压缩呢 这个包呢 就传到你这儿了 你把这个 全是马赛克的这个包 是不是都是马赛克 你又把它解压 你尽你最大的能力 再还原成 那一幅 那一幅全系图 你觉得那幅全系图 跟我的全系图还会一样 完全不一样 大概率是完全不一样 每个人有每个人 我说废旧这达三千尺 我看到的是 天上的蓝天白云 是不是 山 青山绿水 破步有多高 上面有几个人 几只猴子 几只鸟 下面是什么 牛啊羊啊什么 我都没告诉你 我就是说 废旧这达三千尺 你自己去想 语言这个东西 是很不靠谱的 而且你不要说 每个人的表达能力 还不一样 你压缩 不要这个马赛克 有些打的都糊的 理解能力也不一样 已经跟你说死一样了 已经糊的一样 而且美国有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语言 其实它里面的 对意识的这个理解 表达方式 也不一样 语言这个东西 就是 所以它通过 这种技术 脑机接口的这种技术 它是可以 采进你脑子里的 原始信号 it makes sense 现在只是 已经有现成的技术 这不是天方夜代 重现出来 它的脑 原始信号 它直接无限的 直接就传过去 所以它将来一个 是通过意识交流 脑机接口 如果这个技术实现的话 你就不用上学了 就不用上学了 能做到从脑子里面 输入 输出一些具体的 内容和信息的话 我觉得就已经 有点夸张了 这一步就 想要学什么 直接上传 把人类所有的 从不自尽的所有的知识 直接一股脑的力 给你就行 不是说人脑现在 人自己的人脑 才开发到3% 还是4% 这个 各种各样的说法 还有很多 灰色地带 对 学习 现在特别在国内 差不多从生下来 你都看到那些 新闻小baby的一个视频 你还有六千多天 就要上大学了 考大学了 你还在睡觉 人类要花多少时间 在学校里 而且多少时间 就浪费掉了 有种的技术 直接就给你了 你隐约可以看出 人类以后的走向 半探机 半规矩 的混合体 这样会不会造成 人类的创新能力 越来越低 但AI创新能力 越来越高 可能 要这样说的话 最后可能 人类只需要坐在这里 就好 人类以后 终极形态 他肯定不是我们的肉身 这点是肯定的 终极形态 肯定不是肉身 你今天 你其实已经是一个 跟规矩 已经有点离不开的 一个东西 举个 举个简单例子 你的手机 你如果一天 不带手机出门的话 你是不是感觉 你身体缺了 缺了一块什么 你不是 有时候钱包丢了 你都 老半天都发掘不了 手机没带出来的话 或者手机丢的话 你首先是很快能发掘 然后你觉得 没了他 很不自在 很不自在 很多事都干不了 你已经差不多离不开 那个东西 想象一下 以后有一个 更牛逼的一个东西 让你能更强大 更方便 他要废除一些 道德的约束 每个人可能都要 做植入一个芯片 或者怎么样 芯片可能会变得 越来越小 如果把你家的孩子 植入这样的芯片 你干不干 我肯定不同意的 你肯定 但是我问你一下 周围的孩子 全部直播直行 直接哈佛牛津 你干不干 这个就很难选择了 对啊 你干不干 因为 毕竟人 直接就是超能 直接都是小神童 什么都会 对吧 包括体育 体育也是脑子控制 文武双全 直接哈佛牛津 你干不干 你好像基本上没得选择 这个很难选择 你最终大家就变成超人了 那以后就不需要 这个有名的大学 不需要上学 不需要去大学 不需要上学 对 所有的知识 就一股脑的 就一下子给你 就得了 好 然后我们再来谈一下 最近 最近有两条新闻 还是挺有意思的 连在一起看 一条是 谷歌的创始人 Larri Page 他说他要 比如一个 AI Digital God 第二条新闻 在谷歌任职的 一个AI教父 教父级别的人 Jeff Heaton Jeff Heaton 从谷歌辞职 离开了谷歌 主要的原因 当然他也不太满 谷歌最近内部的一些 震动 你可以想象 谷歌最近不是 不是在 好像领会羊的样子 好像已经有点 过时的样子 感觉 微软现在最近 风头满身的 是不是 各种各样的AI产品 ChartGPTR 对啊 微软 他们入股了 50%股份 把所有的自己的产品 全都集成 Office 然后他们新推出一些 什么Microsoft Design 什么的 所有的Vizition的软件 包括Visual Studio 那些全部也要植入 微软最近风头比较近 所以谷歌 估计内部也是有些争议 分针什么的 这也是他导致 他处理的一个原因 然后他说 他处理之后 他就会 Speak Free 他正常就说的就是 AI现在的发展速度 有点太快 太快了 远超他和他同事 那些AI expert的预期 他表示有点担心 你看这两条新闻 估计 谷歌的上层 想造一个AI god 下层表示担心 这也是他离开谷歌的一个原因 我看到他那个新闻 他就想要去 从事一些 就是AI 那个规则制定 规则制定 方面的东西 我觉得规则 肯定是要要的 但最终AI发展下去的话 你这个规则 就像人一样 你有法律在那边 但也有人犯罪 这个规则 规则这个东西 越来越像一个 有生命的东西 是不是 可能还有一段距离 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 再往那个方向发展 你会感觉 那我们说一下 现在科学界 也不是科学界 现在对于我们 对生命的定义是什么 其实我们对生命定义 不太完全了解 但是他们寻找什么地外生命 他们还是根据一个规则去找 对 根据跟我们 像类似的基于我们去找